中共解放军今年第二次的环台军演 在昨天晚间6点左右结束 但是2901编队 1305编队 1303编队 2102编队 还是停留在台湾周边海域环绕巡查 对台任务尚未宣布结束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谋独行径的强力震慑 中美官媒央视在晚间联播节目 花了四分多钟时间 重新盘整对台海的武力恫吓行动 特别释出辽宁航母编队 在台湾东部的舰机协同作战 可以清楚看到歼15战机起飞 同时也证实这次的行动 西安舰没有缺席 上午8点30分 海军西安舰编队 为台岛西南海域执行演习任务 到达预定海域后 编队迅速展开战斗部署 西安舰经常侵扰台海西南 今年6月才刚现身澎湖海域 去年3月还有渔民看到 西安舰朝额软鼻行事 为了让台湾民众更清楚 共军有多么接近目标 画面也显示多款挂载实弹的 先进监机轰炸机逼近海峡中线 与中央山脉同框 同时不忘大秀瞄准台湾的地面火炮 展示陆军某远程相视火箭炮 也参与任务 连夜向作战地域机动转进 完成发射准备 最兴奋的是小粉红 不忘上网留言 熊小孩该打 不打不成才 对于这类比拨的言论 我们只能说台湾不是下大的 在新闻综合报道 14号晚间微博账号 东部战区再度释放 环台军演消息 以弹字为开头 枪要动武消灭台独势力 搭上13号的一则贴文 更以政歌代弹为题 发文时间选在11点11分 三度强调1月1号 网友猜测这暗示将在明年元旦 大动干戈 中国解放军频频对台文攻武嚇 现在资讯战还渗透进校园了吗 通知单上疑似征求 未来动员暂时状态 高中生自愿参加后勤工作等 有民众爆料 某高中发放青年扶勤同意书 引发家长疑虑 教育部紧急回应并无相关规划 联合力见2024B环台演习 虽然仅13小时左右便火速落幕 但两岸网军的交锋 却是刀光剑影 国军公布共军军演期间 网络侦测跟扫描次数 相较于10月大约有两倍之多 但全部都被阻绝 后续也会针对网络状态 持续监控跟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